德甲2022、23、新球季怎看? 哈法柏林 在魔鬼主席马加夫徽下 哈法柏林上季一度有希望提前上岸 但最后三轮不胜的情况下 他们被史特加实现反超 这个情况 哈法柏林不可以不接受升降班附加赛的命运审判 幸好随后的升降班附加赛 哈法柏林次回合赢波 实现翻盘 球队先可以留系德甲赛场 然而赛季结束后 救火主席马加夫 没有因为率队互级成功而留任 哈法柏林火速敲定了新岁舒华斯 看来他们想要改革在新赛季以全身面目示人 但理想是美好的 现实却是残酷的 要知道 哈法柏林作为一支互级队伍 他们除了财力不足之外 在球员吸引力方面同样输洩 畢竟有实力球员都希望加盟一支有志向的队伍 照这样看 哈法柏林今下转会期注定小打小闹 球队阵容并不会有太大的改动 在进攻端依靠早为敌 在后防端依靠比卡力 这样配置 还是以上季主力阵容打天下 如此一来 哈法柏林的呼吸之路就不多已 你听着的是安波足球快信 多谢你的收听 记住赞我们的片同专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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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